涉約三印傭被控七罪,一百萬保釋,破紀錄 等到了,等到了 這宗轟動國際印傭被約案 涉案的女僱主羅韻彤,昨天下午被騙上庭 她理解她並沒有精神病紀錄 被捕時候很平靜 只是覺得傷心而已 而和她老公的感情也沒有問題 老公也很關心她,希望案件會有公義 控罪指她由10年4月到今年1月 分別在將軍澳赴空花園 和大角咀地柏海灣單位裡 涉緣約打三個印傭被控七罪 雖然如此,應詢期間的純色平靜 只是一直低頭 控方透露三個印傭入職不久 羅韻彤因為不滿意她們的工作表現而施集 有時還會拿東西動手 如果不聽話,就會揚言殺死她們和她們的家人 去到今月9日,將Arianna帶到機場 臨離境前 羅韻彤仍然恐嚇她不准告訴其他人 否則就殺死她是印尼的家人 控方反對羅韻彤告色 事關擔心她會干擾兩個還在香港的印用 而她現在已經搬離將軍澳住所 還拒絕向警方提供新住址 羅韻彤律師反駁 目前除了涉案印用的口供之外 並沒有實質證據 好像醫療報告一樣支持指控 而警方一直都沒有發通緝令 同呼籲羅韻彤要協助調查 所以她日前離境是完全合法的 當事發後,大批傳媒日日禁門中 羅韻彤去泰國只想散心平衡情緒 而羅韻彤其實是個土生土俊的香港人 初中畢業之後曾經做美容師 九年結婚之後轉做家庭主婦 超過一對十七和十五歲的子女 就來考問粉絲的兒子 戀一來見不到媽媽 搞到學習進度受影響 最終裁判官准他以五十萬現金 同老公人士擔保五十萬保釋外出 三月也沒有再提進 期間他日日去到將軍路警傳報道